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抢断断球反击快攻假扣针上打进 赵延昊也开始了他的表演在反击中 距离三分线还有一米多远就直接拔起投篮 青卫队在第二节打出进攻高潮 将分差迅速拉大到两位数 COBA的麒麟这时候站了出来 他先是突破到内线 一个长距离抛投打进 紧接着沿底线空切 切到队友传球之后空中打成2加1 绷住队伍将比分给咬住 比赛来到第三节 COBA队的杨晨打建了一个神奇的3加1 他们努力的追赶着分差 无奈青卫队这般场上的球员实力更胜 张辉秀了一波急停干把三分 最后年轻的国手孙明辉 在反击之中面对多人包夹 一个变相上篮打上2加1 两边的分差也来到了20分之多 比赛几乎到第四节 以北大为主力的COBA球队 再次打出了惊艳的表现 他们在第四节一点点将分差给追了回来 但是这里还是没有给他们留出翻盘的时间 最终CBA新锐队以103比95战胜 COBA清华北大队 赵延浩看一下全场最高的14分 腾讯体育综合报道